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敏感小三角, 不上又不下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升得57點, 收報28524點 成交還是少, 雖然比昨天多了100億 今天有687億, 昨天588億而已 但是還是少 今天港股曾經升到上去28700幾點 最高彈到上去, 剛剛下降軌 見過28764點 但是, 站不穩 在這個28715點這個,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下跌列口頂部, 這個位置之上 站不穩, 又下來了 那麼, 在這個敏感小三角裡面, 不上又不下 真是, 都不知道怎麼搞 那麼, 後市可能還是要有一段時間爭持 今天借勢炒上去的原因呢 就是, 中美呢 有機會坐下面對面地談判了 市場呢 其實呢 一直都在等著, 中美會談的 首先, 在兩國元首, 談定了 G20之後說, 我們可以重展這個茂談 不過, 雙方一直都沒有的 只是通過電話去茂談的 那麼, 都不是很實質 那麼, 一直拖拖拖拖 拖到現在, 都整個月的了 那麼, 現在呢 終於說, 在下個星期一 美國貿易代表, 萊達希澤 就會飛去北京 就, 星期一到星期三呢 就和美國, 和中國的留學 那麼, 應該坐在一起呢 就有機會 真的面對面地談判了 那麼, 不單止是這樣的 那麼, 美國方面呢 直接講到說, 估計啊 中國呢, 就會很快呢 又會和中國 和美國買這個農產品 那麼, 這些是好消息來的嘛 那麼, 所以, 今天港股 就彈一彈上去 但是, 彈一彈上去 成交亦都不足啊 沒有力啊 那麼, 結果呢 美市又回回 差不多可以說, 升幅又沒有了 那麼, 都是在一個中間位那裡上落 那麼, 等著, 都是去到什麼呢 下個禮拜三的啦 下個禮拜三的啦 下個禮拜三兩件大事啦 第一個就是 中美貿談那裡 看看會不會有一個 比較好一點的聲明 或者結果啦 而當晚, 就是31號呢 其實也是 美國聯儲局呢 意識結果來的 那所以呢 應該當日呢 都比較是重要的 一天啦 那麼, 看看那時候 會不會真的出現港股的 向上或者向下 真正的突破啦 那, 恆子是這樣的 各子的情況 其實都是類似的 都是在一個三個人那裡上上落落 不排除短期 有些就是假突破 假跌破的 但是那些都不太相信啦 一定要是呢 就是比較大成交 或者連續三日 站在某一些重要的位置 那些上去才很相信 那, 否則那些呢 就不用理他的 那, 在這段期間呢 市場呢 都繼續應該是 關注股份 多過關注大市的啦 因為大市成交很有弱啦 那, 股份方面呢 今天, 恆子成分股裡面呢 升幅最多呢 就是華潤之地喔 這隻內房股 那, 哇 其實你看回走勢呢 都不錯的喔 那, 他最近呢 在這個五月呢 反彈回上來啦 去到七月初的時候呢 曾經升破之前的高位 跟著回吐呢 但是都不多喔 回吐呢 在這裏還行的而已 沒有說向下 那, 跌回下來 那, 今日 一棍 3.5% 可能有機會 啊 就是再衝上去 因為呢呢 應該是呢 公佈一些入帳啊 賣樓啊 那些都應該挺好的 那, 那, 內房股其實呢 那個PE都不貴 不過, 只不過呢 內地有些政策呢 就限制了 他們那些 未來的那些賣樓啊 那些情況 那, 但是應該是 不會真是捏死他們的啊 所以呢 其實如果真是跌下來呢 這些股啊 都不怕買的 好了, 另外一個板塊呢 今天比較受觸目的呢 就是 汽車板塊了 內地汽車板塊 最事源呢 就是這隻股份 北京汽車的母公司 再一次 母公司啊 不是他啊 是入股呢 Mercedes Benz 就是 戴姆勒 的母公司 Benz 平治的母公司 那呢 就 入股5% 哇 那 和平治 最厲害的車款 那 有合作 因為其實呢 雙方其實在 北汽 北京汽車 平治 在中國銷售的那些汽車 是在北汽那裏生產的 所以為什麼呢 他們會有一個合作 那他們合作之後呢 市場就有一個憧憬 會不會呢 對北京汽車更加有利呢 那我相信呢 都應該會有幫助的 那這個 北京汽車這陣子 衝上來之後呢 又是了 調整不多 今天呢 就不算很大成交 衝上來而已 那 看看他的走勢呢 現在都還要看大圍 貿易戰啊 各方面啊 那如果他能夠再做好些 有機會的 那多少是叫做好些呢 我講過這段期間 大家真的不要這麼大貪 就是說現在呢 五個三毫六到 你不可以說 哇我又升到去 八塊啊 九塊啊 不行啊 七塊都嫌多 真的現在可能呢 一升貨仔都叫做收貨了 這些好消息 至少可以去回 大概六塊啊 六個一 六個二這些 不錯的了 是差不多了 那止蝕位呢 放回去昨天的低位 你看到這個呢 就是低害高走這一天的 那昨天的低位呢 大概是五元 五元就是止蝕位 那麼不斷 就是少住 薄一下吧 如果大家還想玩的話 那 那 那 禧姐姑這一隻之外呢 其實今天吉利呢 都會表現得不錯的啊 啊 但是呢 你見得到了 畫了條線給大家看 今天升3.3% 哎 都是受制住這個什麼 下降軌啊 今天他的升呢 就有些呢 是因為呢 啊 啊 筆氣呢 帶動到整個 汽車板塊上升的 實際上呢 汽車板塊很可能呢 都要很個別的來看的 這個吉利 吉利汽車呢 現在來看呢 都仍是受制住 這個下降軌 不算轉了強勢 啊 那既然他不算轉了強勢呢 所以呢 這隻呢 就不是首選了 除非你說 哎 我是喜歡 後低級立的 如果你真的後低級立的話呢 那你都不要再 什麼啦 等一下先 12元之下 不過我建議 最好是什麼呢 他真的有勢 上得破這條下降軌 那這裡才再想 好 那還有什麼汽車股啊 就是好像東風 講氣那些都不錯的 那你見到東風其實呢 那個走勢 是不是 在這段期間 六月開始呢 一級級上回來的 那他北京汽車 上回來 他有好消息 東風 是不是上回來 這個走勢 是不是漂亮些 吉里 是不是啊 六月上去之後 跌了下來 因為盈利不行啊 就是盈景那些 那樣 彈都彈不起 那所以呢 你見到哪隻好些了 暫時來看 在這一段期間 似乎啊 北汽啊 東風啊 這些呢 就是較為好些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如果真的要選 可能是東風啊 北汽好些 特別是好像東風這隻 那它其實沒有特別好消息 不過其實一路已經衝上來 就是 好一點了 走勢 今天呢 升4% 北京汽車 那個升幅還要大 那所以這隻呢 暫時來看 比較有優勢 比較有優勢的 好啦 那剛才說的兩個辦法 一個就是內房啊 就是這個環置地 好像又想衝上頂那樣 另外現在的汽車板塊 還有一個板塊 今天都做得不錯的 就是呢 5G設備相關那些 那一來呢 內地已經開始有得賣了 那些5G手機啦 華為有出手機那些 已經開始有得賣了 那就令人呢 憧憬 5G這個 有機會呢 就大放異彩啦 那手機設備股裡面呢 信與光學呢 你見到它 咦 又是啦 一級級這樣衝上來了 那7月初的高位 升穿了啦 咦 衝上來 是不是靚仔一點 那這個 走勢強一點 這個呢 都值得考慮 那現在有機會呢 又衝上去 會不會試一百啊 一百零幾啊 那樣 又是啦 但是現在買股 真的不可以大貪的 啊 就是小駐移情 博呢 不可以大貪 現在93.4 今天收 你說後低多幾格 那就買 就沒有問題 九十元 買到就最好 那不要想著大貪 一百 一百零幾 是這樣的 十個八個巴仙 不錯的啦 那些市場很淡靜 那 那 紫舌位又放在哪呢 今天其實都算是一個裂口上升來的 我覺得呢 它如果真的去呢 就不要再跌穿穿九十了 或者你再低多一點點呢 就是以這一天 七月二十二號 因為這是陰燭的嘛 那低位八十七個半 就要做止蝕了 那 那 真是幾元的 好了 今天呢 那些小的那些呢 五芝茲肥股呢 好像這隻 經訊通訊呢 就比較升得多些 今天升十一點八個巴仙 也是啦 一級級上回來 那這隻今天升那麼多 就不高追的啦 那又怎樣 接近兩元邊 一個九毫九收 下回來 下回來過九樓下 最好挖回去過八 那才是考慮啦 那就是駁它什麼呢 到時又升穿兩元 就是這些水位有機會大小小 但是當然啦 這些小的風險大多些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那又是啦 如果你說 我挖低一點的時候 買止蝕位放哪裡呢 放你一天 一樣是七月二十二號低位 一個七毫二之下就要止蝕了 那你譬如捱近過八的時候買 或者過九樓下啦 至少都要等它過九樓下買 駁它呢 兩元 最多兩個一 不要那麼大貪 那整體而言呢 港股現在都是一個敏感小三角裏面 上上落落 可以說是不上又不下 那些資金呢 都在炒一些板塊 市場在等著什麼呢 兩樣東西 第一個 足美貿談 下星期一到星期三 看這件事情 第二個 就是美國減息 不過美國減息沒什麼好看的了 都是減0.25厘的 大致上都是聽 最重要是聽它 對之後利息的去向的看法 這樣 好了今天分析是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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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